各位好 今天10月2号 我是午夜散人 吃了吗 您的 有网友给我留言 说散人 你知道海天酱油那事吗 这公司双标 对吧 网友都扒出来了 说海天酱油 在日本 欧洲卖的酱油 就只有各种天然物质 然后在国内卖的酱油 就各种添加剂 防腐剂 什么的 哗哗一堆往里放 纯纯的双标 对吧 你一边在国内 是有添加剂 有防腐剂 那在国外就没有 这标准可差挺远的 对吧 我这看这消息之后 马上就友邦惊诧了一下 对吧 因为我毕竟在日本 说中国的食品出口 一向是双标 这您难道不知道吗 对吧 远的不说 咱就说那三聚庆安那事 您知道吧 猛牛在香港开发布会 直接就说过 说香港销售的奶粉 跟在大陆销售奶粉质量不一样 不一样不是一种东西 对吧 敬请香港消费者安心使用 这明确就说这是双标 对吧 双标这件事啊 是在这个中国大陆各个领域里的标配 怎么到食品这儿 您就觉得说惊讶了呢 这有什么可惊讶的 而且您看着海天酱油那声明了没有啊 人家根本就不跟您扯这双标这问题 为什么呢 就说自己符合这个中国国家的标准呢 就完全把这双标这事放一边了 根本不做解释 对吧 鸡贼这件事啊 还是做的不错的啊 海天酱油还是做的不错的 不过咱这么说啊 就是因为这个稍懂一点这个方面知识啊 就是呢 您要是就想听我挤的一下说 海天酱油以及中国的食品工业吧 这回呢可能会让您有点失望 这个必须得说您可能真的会有点小失望 因为海天酱油或者说其他任何中国食品出口企业想要出口 它是必然是双标的 而且也就是双标准嘛 而且是这个东西啊 是不远不完全是怪他们这事情 您知道 这个这其中的道还挺深的 尤其是出口到这个日本和欧洲啊 就是如果不双标的话啊 根本进不了人家的市场 日本和欧洲呢 是世界上食品安全标准最严格的两个地区 就是大概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它站在人类食品安全的最高点 就目前人类的最高点 符合美国都不行 真的 美国都不行 符合这两个地区的食品安全标准的东西啊 除非是因为宗教因素 否则的话 一般来说 就是在可以在地球上是畅行无阻的 就是你可以去其他国家任何地方的标准 你都可以 你可以就是跟你比如说日本这块有一标准 中国那块有一标准 对吧 日本的标准基本来讲都比中国高 如果它比中国低 你要怀疑中国的这块标准是不是有问题 大概可以做到这一点上 就是它是站在食品这方面的最高点 对吧 当然我不是说这两个地方没有食品安全事故啊 就这就跟那个没有 从来没有过不出瑕疵品的车床一样 对吧 这主要是看故障率有的 就是那个瑕疵品的率有多少 那人家那十万次里出一个 这十万个价里出一个 对吧 跟您这一百个价里就出一个 这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 您要是说您跟我拿着这个日本 或者欧洲这个食品安全的个案 跟我这叫这件 我个人奉劝一句啊 您回下炉 对吧 让您体育老师 就哪怕初中体育老师 再把统计学呢 再帮您捋一遍啊 这个这个您自己 您自己琢磨着啊 是吧 那食品啊 食品安全跟添加剂这东西啊 属于这种在地标准 就是说我不管 不管你的国是怎么规定的 您再怎么说 说看国家政府 看国家这么流氓 我就放心了 您国家再怎么流氓 您要想在我这卖货 这要符合我这的标准 但是你想来来日本卖 你得符合日本的标准 对吧 中国的食品厂商呢 也一点都不太例外的 所有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商品 都要符合当地标准 对吧 如果这个标准比国内低 那这个肯定没问题 对不对 如果比国内高怎么办呢 双标啊 双肯定是双标啊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种双标 是一种 它可以甚至于名正言顺的一种双标 对吧 所以您 你看中国的这很多东西呢 是比国外要低的 尤其是在食品方面 它比这个日本呢 欧洲啊 是要低 所以它如果出口到这两个地方 所以你就会觉得一件事说 好东西都卖给国外了 对吧 差点都留给自己 都留在国内给自己同胞吃了 这个说白了 就是本质上来讲 就是标准不同 厂商呢 为了符合自己国家的法律 以及出口的标准 就会形成这种质量上的落差 对吧 那就 这就有人得说了 说 难道咱就不能按照日本和欧洲的标准做吗 说 这事吧 就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就是如果您就是说 您就只想 只想宣泄一下 您就甭听了 如果您就是说 您想知道里边这个有多复杂 我就大致给大家 简单的说一下 首先日本和欧洲的标准高 确实是好事 可是有一件事 人家赚的也多 对吧 您要不查一下国内的平均收入 跟日本和欧洲的差距 咱别老拿北上广深 当中国 好吧 还有广大的各种各样 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咱也别一张嘴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说每个月收入多少钱 您要说这我就不困了 这我身边有钱人的朋友多了 是不是 让中国的普罗大众承受高品质 高定价的食品 其实在目前来讲 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事 您知道吧 我有时候为什么了解 中日物价的差距 经常会说 在同等品质下 日本比中国便宜 为什么加同等品质 这个先进条件 是因为再差一些品质的东西 你想让我找 我他妈在日本我找不着 您理解这事吧 您说 您跟我说 我说中国吃顿饭便宜便宜 最便宜我也得两三百日元 十几块钱 对吧 它搁在国内 国内有人跟我说 您看我这十块钱 这个盒饭 有蛋有肉的 这我确实比不了 为什么 您那低品质的东西 在日本它不许卖 我找不着 所以中国大陆 我是可以降低品质 以求能够活着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对吧 其次还有一点 是什么呢 国内很多行业标准 其实厂商 就是这个领域里的 这个头部公司 自己制定的 制定完了 再给国家的 那个制监局 什么的 成为行业标准 并不是某些国家机构 直接上来我去制定这个东西 这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对吧 就是说 所有政府 它都不是万能的 因为国有 不是国有 就是所有的领域 你不可能政府全都知道 全都有专家 去专门去制定 行业标准 对吧 因为如果这个东西 能够制定行业标准的专家 他为什么要在你政府工作 人家去厂子里 能赚更多的钱 对不对 那肯定来讲 是由这些头部公司来制定的 全世界好多都是这样 我们所谓这个 就我们玩古董 千种马岛万种玉 古董就分门别类 根本没有人能全都玩下来 国家也是这样的 政府也是这样的 他不可能都玩下来 所以好多的标准 就是叫参考 或者直接 让行业内的头部的这些公司 按他们的意见 来参考 来制定标准 这方面比较著名的 有一个争议的 就是中国奶业的标准 这是猛牛他们这些公司提出来的 实际上 就是经过各种博弈 最终成为国家标准 好多那些东西 就是一到 就是在这事一出来 让大众传播层面一说 说那标准差不差 差 就是他的包括军群 什么这些东西 他那个标准实际上而言 跟国外的很多东西比不了 为什么呢 那实际这个东西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是他们是要把这个竞争门槛 以及自己的产品特性体现在这标准里 对吧 那这个到底食品有多安全 那是最后才考虑的事情 你理解这事了吧 他们这些行业标准 如果没有其他的外部的力量 只是让他们来制造 他们就会 要不然他会提高这个竞争门槛的标准 要不然就按照自己能够生产的标准来制定 这就是他们这帮人干的这傻屁事 所以很多的标准是这么来的 您知道吧 这是一个 第三个就要谈谈国内舆论的问题了 对吧 海天酱油这个事我说了 是特别鸡贼那种 为什么 他在回复 就是只说我符合国家标准 双标的事是一段没提 就还说要保留企图视频制作者的权利 什么这些玩意儿 我得说 我说我虽然这回就是说了点这些话 但是实际上而言 我还是说海天是双标 对吧 他们干的不咋地 特别鸡贼 他下回说不定还起诉我呢 反正你起诉我也不在乎 这倒也无所谓 对吧 他们除了确实双标之外 其实还担心于什么呢 就是一旦自己非常坦诚的说了 我没有办法不双标 对吧 国内的标准就是这样 就那我要出口 我得符合国外标准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商业行为呢 就是你哪怕这么做了解释 现在在国内的这舆论氛围里啊 马上就被打成这个汉奸 卖国贼 双标狗 跪久了你就站不起来 这烙印哗哗哗就被摁上了 就是您看那个就跟猪肉那篮戳似的 哗哗哗就给摁在海天上了 对吧 对于公司的形象伤害就更大了 所以干脆就不提这事儿 黑不叠白不提 我就说我符合国外标准就完了 所以说就是名正言顺的双标 也是不能说出口的 这真的 我说的 这我说名正言顺的双标 这句话 我不是讽刺 这是一个事实 这真的是事实 那这就是我就说这个标准的问题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东西整个标准 你提到那种高度上 除了就是说钱的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说除了因为成本问题 钱还有标准的制定问题 还有一个国内舆论的问题 好多东西是一个综合性的玩意儿 那咱这标准说完了 咱今聊了添加剂这事儿 我喜欢吃 这很多人都知道 对吧 这毫无疑问的事儿 您看我体型上也看得出来 对不对 咱现在这么胖 你肯定是喜欢吃 对不对 我在国内的时候 就是有一家专门做食品公司 稍微知道一点添加剂的事儿 我不是专业的 就知道一点这个事情 从科学上看 食品添加剂 其实是相当伟大的发明 对吧 我们的食品工业 如果没有各种添加剂 其实是没法做到现在的程度的 而且也没有办法 养活全世界这么多人 大家应该有基本的科学素养 应该能够知道这件事情 对吧 您比如说 我举一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那个时候 我们在日本 收购一家日本的酱油厂 对吧 这酱油厂400年历史了 纯手工酿造 然后时间长 纯纯脆脆的 无添加剂的生产 而且真的是酿造时间很长 长到什么程度 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说国内的海天酱油 还真就是举着海天的例子 说他那会儿有一个什么叫 180天酿造的一个高端品 他在海天酿造里头像高端品 180天酿造 日本人你也知道 他阴阳你 他不会直接说 我操说你傻逼 这180天还算事了 人家总工程师 就用日本特有的方式 点了你一下 就直接带我们去参观了 然后先带到哪呢 就是带到他们 酿造最短时间的发酵池边 说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 酿造时间最短的酱油 多少时间呢 18个月 就是说这槽子里的酱油 这发酵池里的酱油 它是他所有产品里最低端的 然后他要酿到多久 18个月 不添加的 他酿到18个月 你才180天 一年半跟那半年能一样吗 对不对 OK 人家直接这么说了 后来您猜怎么着 这酱油卖的真不错 我拉回国内卖 那真是 拉多少卖多少 国内有钱人其实还是挺多的 就是说 就是绝对数大 我总强调 中国有钱的人是绝对数比较大 可是您这块 我倒是能卖出去 可是生产是真的跟不上 产能始终是大问题 就是因为您想要这样的品质 就要忍受低产能长周期 对吧 您知道扩大产能要投入多大的成本吗 就是说你才能够扩大 而且你还是那么长的周期 你虽然一批一批跟着这么走 你就是值 你周期就是会长 对吧 我跟您说有一回 酱油出来酱油运到国内了 一瓶都没领卖 直接就被我一哥们 财大气粗 老板说 我说操你他妈别卖了 你这几千瓶卖个毛 你直接给我吧 我这张公司给客户的年礼 我还正琢磨着呢 那呱唧就弄走了 一瓶领卖我都没有 对吧 那您说这怎么玩 对吧 这就只能赚点小钱 因为你不可能扑得很大呀 对吧 你不能赚大钱呀 不能广泛是 就是广泛供应市场 你这你牌子始终就起不来 对不对 这个还只是酱油 对吧 我们把这个范畴放到所有农产品里 您自己就能看出来了 这很多的时候 你的这个 如果你想达到这种性状 对吧 你要达到这个味道 你要达到这个保质期 你就得放添加剂 你就得放防腐剂 你就 你保存时间这么长 你要让它有储存 有运输 有运输 你不放行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吧 那不光这个 就农药很多人也视为洪水猛兽 化肥也是 您您试试看 您不用这俩玩意 您您按原来那个纯天然方式生产 能不能养活全世界人口 饿死一半 这是我比较乐观的估计 我跟您这么说吧 添加剂也是一样的 真的 就添加剂防腐剂也是这样 所以说呀 重点不在于是不是有添加剂 主要是看这个标准呢 是不是符合科学 对吧 以及呢 是不是能够真的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 中国的问题从来不是 这个就这些年里 从来不是标准上有什么太大问题 您知道吧 重点是在于这玩意儿能不能执行 这个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 标准现在一直以来确实还是在完善当中啊 就跟中国的法律是一样的 中国的法律并不是说它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当然它有很多有问题的地方啊 有问题的地方比较多 但是呢 它大部分的法律其实没有太大毛病 重点全在这执行上的 您知道吗 这是这个问题 说 至于说您说 您说海添这个卖到日本和欧洲的货 为什么没有防腐剂啊 为什么天涯剂啊 这不就是一个是标准问题吗 那干脆就不放了嘛 一个就是价格因素嘛 这边 这边日本这块能消费得起 但是我也从来不买 这个海添的酱油 我可能会买李锦记的呀 这不是广告啊 这不是广告 我就是不习惯嘛 我还是喜欢李锦记的这些东西 或者我用日本的酱油 日本酱油有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 这就说远点了啊 这个日本酱油 其实有的时候 它在上色方面会有问题 对 这个是大事 就是做红烧肉的时候啊 它那个上色呀 我必须还得用那个老抽 但是我也不用海添的 我可能还是用的是那个什么 那就用什么就不说了啊 这个到时候我又给人做广告了 这个大概是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呢 您说您光说海添双标啊 或者怎么样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您知道吧 它就它 它的这个双标 它只能双标 而且呢 您要想说 这个中国的这些添加剂啊 这些东西 您要真正去了解 到底这个添加剂 或者防腐剂 它对人身体造成的伤害 有没有那么大 以及它量放的合适不合适 这都是问题 直接就就说 海添你这傻逼 你双标 这个东西是没有 我跟您讲是没有太多意义的 虽然海添这个公司 它非常鸡贼啊 它的回复什么的非常鸡贼 只是在某些情况下 它不鸡贼也不行 在国内那种舆论环境下 不鸡贼也是不行的 呃 借着这事吧 其实给大家聊了另外一事 就是呢 原来互联网上啊 有一有一个有一个 有一段子是这么说的 说中国人呢 你只要是说直接给摔地上 夸摔散了 就是一元素周期表 这话呢 其实是对的 为什么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 中国人的这个身体之内的 这种重金属啊 这些这些有害物质啊 其实是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 您知道是为什么 我给您举一例子啊 就是中国最大的这个蔬菜生产基地 应该是在山东的寿光那一边 它出口 很多东东就出口 那块那个土地 那如果你想做出口 那土地先得是撂荒啊 然后先给它撂荒了 然后翻 然后整个把土改变了 然后在地下水在检测 没问题了 才能够种 否则的话 你种出的任何蔬菜 你甭管你种的多好 你只要是运到日本这块来 就一检测 叫他妈重金属超标 我一哥们当时就是也是怀抱着这种 这个农业梦想啊 就是说那农耕民族吗 可能是天赋吧 然后就打算着去那个 找一地方种地去 种 怎么种都种不合格 您知道吗 怎么种都种不合格 然后转手 那一查 为什么 地下水早就给污染了 你打多深的地下水 你都没戏 它你打下去了 你吐它上面的地下水 就上层地下水 它本身就随着这个 伸到土里去 那污染的很厉害 所以它怎么都种不出来 符合出口标准的 这些蔬菜水果 所以您就知道中国食品安全 你真说这个添加剂 什么这个什么防腐剂 这些东西在食品里它有 然后你觉得这是不糟糕 不糟糕的事 别琢磨那些了 您每天吃那些玩意 这么说 那可能更要命一点 好 谢谢诸位